所留下来的审美一定有它的道理 最后发现这个轻规但远 中正平和是古琴的审美 不是声音多大 也不是声音多小 而是关键的是在里面有内容 2014年6月 在世平县艺术画廊 举办了一次名为 琴谷 琴金 琴网 东床石琴会 当代酌琴名师 李明忠 何明威 裴金宝 王鹏 马维恒 倪诗允 张厚明 叶东黎等 老中心三代酌琴人代表人 三十二床民情相聚一堂 似有古琴界南宗北派华山论见之事 其实我们这边邀请的八位酌琴家 他是谭琴和父亲都是双染的 都是跟古人一样都做得非常好的 这八位应该带着中国作琴的最高水平的真实的反应 今天取得的一些小成就 还应该归功于我老十家 因为有那么多老琴给我看 老琴的这个古琴的苍松透论的这种音色 已经听在耳朵里面融化在我的心里面了 后来制作古琴的时候 我一直遵循着这种传统的这种古琴的这种特有的身影 松藏皇后 如今制作精良 阴色优美 又经过历史沧桑 幸存下来的古琴 也已进入了人们的收藏事业 2003年 中国嘉德春拍 一张唐代九霄环配琴 以人民币346.5万元成交 在2011年春季拍卖会上 王世湘旧藏 唐大圣遗音 福西世秦 以1.15亿元人民币成交 2003年11月7日 古琴艺术和古琴制作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成为公认的人类共同的重要精神财富 2006年5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将古琴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将古琴文化列入了重点的保护和传承范围 戴小莲 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副教授 古琴世家 九书工就是鼎鼎大名的古琴大师张子谦 戴小莲从小学琴交琴的经历 真实地反映了古琴从取高贺寡到被捧上神坛的戏剧性命运 如今他依然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从事着他一生为之付出的古琴教学事业 古琴的传承不仅仅是以专业的学生这样的来传承 我觉得是各个方面的人都可以在我们的古琴的传承上面 做出他们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做取的学生 做取的学生他们来学古琴 那就是对他的将来的创作思维等等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作为学校的本科生研究生 那他们更是 比如说是学生呢 就跟我一块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